中华大学艺文中心自2000年成立以来积极办理艺文活动 这次中华大学展览厅也从即日起到9月19号 展出2024文创季师生美展 邀请艺术大师、校内教师以及学生共同展出 期盼能增强学生创新思维与美的鉴赏力 今年的文创与师生美展跟过去不太一样的是 我们更加强了我们校内的老师跟学生的创作 那当然每一次呢这个展览呢 我们都还是会邀请一到二位的这个艺术家 就是有成就的艺术家 然后艺术风格很明显的艺术家 然后呢来激励我们校内的老师跟学生的这个创作 这是我们这一档的目的 那我们今年呢其实有更多的老师参与 那过去呢大约都是五位左右 那我们今年呢增加大约 我没有很仔细算大约有十位老师吧 那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呢 有更多的同学呢参与了这次的这个展览 摄影、书法、水墨、复合媒材等作品陈列两旁 就连乐高积木在巧手堆叠下 也成为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艺术作品 不仅师生兴奋观战就连创作者也非常享受 向大众分享自己的创作理念 那以前的话都是写中国传统的那些诗词歌赋啊 套个句子来 那我也写过了 后来我想说我不要了 我去挑一些我自己生活里头认为我要的 那美国的惠特曼呢是诗人 他是个人主义 他强调个人主义强调自由主义 那他说这个英文 他是英文写的诗 I exist as I am 他说什么呢 我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 那我活着就够了 所以说I exist as I am是前面这一句 后面这一句话呢是讲 他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他不做幻想 那他尊重事实 这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生活在现实里头 我不是生活在过去 我也不能够期待未来 那我今天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我用这两句话呢来自我期许 就是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就是怎么样的人 我是这边的公读生 那有时候会看到有些学生来参访 来观看这些作品 那如果他们停留在我的作品前面 一阵子的话 那我会觉得有点开心 但是像我拍的成果 会得到别的认可 就由其他的作品然后去发想 以后有什么方式可以拍摄 或者是能创造出如何的怎样的作品 福岡我们是在福岡县的九州米市拍摄 那因为这颗车头在今年的三月已经特殊应用 那我们去年去九州旅游 然后去我们去记录一下这颗车头 那因为它后面的背景 像铁桥还有新开线 我们有讨论过 然后觉得这个点很适合加入旅游 然后现在拍摄 中华大学文创纪师生美展迈入第十六届 在好评如潮下 年年都吸引许多老师和同学一同参与 不仅借此激励学生创作 也提供了校内师生与艺术家一个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 记者简舒淇采访报道